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 今天我们来讲全员OMG的212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3000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 上回说到沃王的真实身份被揭露 王马一行人为了逼问出龙鬼的下落决定要和沃王开打了 一上来啊,沃王就摆出了一个十分罕见的架势 我一看,呦,这不是厉害王马 沃王身为一个老歉逆子啊,会点中国武术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王马则表示自己从未见过这种类型的二腐流啊 之前还有人在贴吧里面嘲讽沃王 说他在二腐流这方面毫无建树 自己的两个徒弟反而把二腐流给发展下去了 你看这不就被牙八子光束给打脸了吗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老骗子的话呀 他说要放弃二腐流,还真就放弃了是吧 猎堂猜测沃王也把二腐流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给发展下去了 这时上一话挨勒打的光窝宝宝不是很服气啊 他又想从背后偷袭沃王 结果被沃王回声一掌啊就打得鼻血之流 但这一掌只不过是骑手是罢了 沃王的另一只手啊做出单臂大回魂 这招的名字叫做二腐流鬼车 我靠我懂了 原来沃王是把二腐流向着相扑的方向发展了是吧 王马一把将光窝给拽了回来 刚才那四大历程的一招如果打中了 王窝怕是已经直接去见善宝了吧 猎堂此时来也冲上来打原副想要逼退沃王 他的爪刀连续挥击啊直攻沃王的下盘 但沃王居然毫不迟疑的一脚就踩断了爪刀 猎堂的手反而因为刀柄的原因被束缚住了 沃王见他动弹不得啊直接就使出了铁碎 而王马则是再度插入救场用不坏啊挡住了沃王的致命一击 卧槽这哪里是三打一啊这完全就是一掠三马 此时猎堂的耳机里啊突然传来了什么消息 他将阻挡沃王的任务托付给了王马 果断的转身就跑啊 王我也被王马派去辅助猎堂 因为王马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 眼前这个老头子的实力啊深不见底 如果让不熟悉二虎牛的其他人和他对战 那根本只会摆摆出人头嘛 在逛我走后沃王直接就突进上来 一挥手啊就划破了王马的手掌 哦你个老儿你这么大事吧 好好好好好 沃王非常嚣张的嘲讽道 王马你那个师父啊就是个答辩啊 那个白痴绝把二虎牛发展成了金砖徒手的武术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智力名言啊 实现于徒手之间啊啊啊啊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 所有人都在欺负我斗神是吧 面对墙底啊王马相当冷静的表示 我才不需要学什么杀人的技术呢 我的二虎牛啊可是连子弹都抓得住的哟 那么王马和老窝王的战斗我们先放到一边 列堂这里为什么要如此急于分开行动呢 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啊还是救出龙鬼 沃王那边呢只需要把他拖住就可以了 列堂表示自己曾经在龙鬼的身上偷偷藏了一万多个GPS啊 结果全部都没信号了 所以沃王必定是将龙鬼藏在了什么可以反侦查的秘密区域 昨天呢列堂偷偷也在沃王的凉鞋上放下了定位器 不出所料啊得出了沃王的奇怪形象 他往返走动的区域中有一小块地是收不到信号的呢 因此列堂断定龙鬼必定是被关押在了这里 这不是宾室吗 我以为你叛变了呢 原来啊你一大早就偷偷跑过来调查了呀 呃不过这个地点嘛 就这光秃秃一栋房子啊 位面也太显眼了吧 我真的吐了把人藏在这里 生怕别人找不到是吧 宾室已经提前调查过了 这个房间里面有个地下室 里面啊就隐藏着沃王的秘密 几个人一边走来还在一边抱怨 嘿这个老骗子满嘴谎话呀 之前说什么龙鬼已经离开这里了 这里好臭啊 该不以前是当做厕所来用的吧 黄窝看到了令他毛骨悚然的一幕啊 在密道的尽头被关押在缩链上的 真是自己的好既有龙鬼啊 此时的他已经销售无比满身疮疑 眼神中早已没了生气 光火鸡忙大叫着冲了上去 哇哈龙鬼啊 你在地下室里玩SM 可别把自己给玩死了呀 此时的宾室也发现了 这间密室里充满了大量的人骨头 猎堂本想打开火机来照明 但这里的惊悚程度啊 已经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不仅是地面上 这间密室的四面八方 都是由无数的尸骨堆积而成的呀 与此同时在外面的王马 已经陷入了苦战 我王精湛的无意让他完全找不到一点破绽 就在王马只能完全趋于被动防守的时候 我王突然免无表情了 就丢掉了匕首说道 我投降 不打了 What the fuck 老头子你是不是癫了 难道你还怕王马会还手吗 所以先打了他一顿 然后见好就收 可沃王似乎早已洞悉了局势的发展 他表示 既然你们啊已经发现了那个房间 那么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全都被你们给搞砸了 废负点心们 那么沃王老鬼 他这几十年来 到底一直在盘算着什么计划 龙鬼的存在 还有那个地下室 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请持续关注下周全院推出的最新DLC 暗黑地牢吧 登画结束